今年的金曲奖还有一组团体非常特别叫做狮子猴 他们颠覆了传统佛教音乐 把佛经结合流行的R&B曲调入围了今年最佳新人奖 两位团员还曾经为SHE5566等青少年喜欢的天团写歌编曲 对他们来说音乐就是修行 希望能够拉近年轻人跟佛教文化的距离 用流行曲调诠释佛教心经他们是音乐团体师子猴 酝酿三年推出首张专辑就入围今年金曲奖自一家新人 因为以往的佛教音乐它会比较天空灵一点 那我们希望就是用比较新的流行 比较流行的音乐性来能够拉近跟大众还有年轻人的距离 入围最佳新人的狮子猴其实非常资深 两位成员张世和和吴雨萱 曾为SHE5566等知名团体编曲写歌 2010年两人决定合作用音乐推广佛教文化 狮子猴就是形容释迦摩尼传道时有如狮子般的威严 新歌八万四更将佛教结合迷幻电音的曲风 用年轻一点的音乐性 然后来置入一些佛教讲的哲理 那我们认为这个讲哲理其实对我们生命有帮助 就是现在的人压力太大了 然后很多烦恼 那我们如何去脱离烦恼减低压力 那其实可以从佛教一些它阐述的东西来降低你的压力 减低你的烦恼 除了结合佛经外 他们也自传歌词诠释佛家思想 只功横跨R&B、Jaze以及流行 朗朗上口的旋律颠覆我们对佛教音乐的认知 对世子侯来说音乐创作同时也是修行 这组最资深的新人团体 为金曲奖带来更多元的面貌